诶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个臭扫地的 坐什么电梯啊 爬楼梯去 看什么看呀 我可是新来的经理 赶紧 安电梯 诶 夏宝安 我有个快递 一会儿帮我拿一下 我可是新来的经理 对了 你会在电梯口 贴一个禁止万万元 与保洁乘坐的公告 可是 咱们公司也没有这个规定啊 那那么多废话呀 让你去你就去 咱们公司转发我的耳朵 看不见 你哈哈哈 咱们公司 此分 在上班之前 就该打扫干净了吗 老板 是这样的 早上那个新来的经理 不让我坐电梯 我是一层一层 硬爬上来的 而且他还让我给他洗车 洗不干净 不让走 所以我就迟到了 又是新来的经理 你出去 把他叫到我办公室里来 好的 老板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就是 新来的市场部经理吗 是啊老板 我应聘的时候 我们见过的 行 那我问你 咱们电梯门口那张纸 是怎么回事啊 啊 是我让那个保安贴的 是我给他们下达的最新规定 新规定 对啊 你没有发现 现在办公室里面的空气 非常清新吗 可是我怎么觉得 这个公司 自从你来了之后 整个乌烟瘴气的 老板 怎么会呢 刚刚所有的事情 我都看到了 我都看到了 并且我也已经了解过了 你以权压人 账十七人 并且毫无原则的发号施令 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来的报酬 你又凭什么 高人一等呢 还有 你要记住 得人心者 受人尊 受人尊者 必有品 这职业 从来就不分高低贵贱 只有人品 才分三六九等 你还是回去 学学怎么做人 再出来做事吧 我 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